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用鸡蛋做好吃的 我这里用了6个鸡蛋 如果你家里人少的话 3-4个就可以 鸡蛋打入到碗中之后 加入适量的盐 再加一小勺的料酒去腥 把它搅散 然后放一旁备用 另取一个小碗 加一勺红油豆瓣酱 再加两勺黄豆酱 倒入适量的水 搅和搅和把它稀释一下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洗净之后切成葱花 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条 一根红彩椒 去脂之后切成小丁 一根青椒 去脂之后也切成小丁 装在盘中备用 锅中放油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 把它搅成鸡蛋碎 然后铲出 放在盘中备用 再次起锅 放油 油热之后把切好的配料放入锅中 煸炒出香味 接着把鸡蛋也倒在锅中 把调好的料汁也倒在里面 再加一勺麻辣鲜 一勺蚝油 把所有的材料翻拌均匀 使其入味 出锅之后再撒上一些葱花调色 鸡蛋这样做很香很辣很够味 不管是拌面条拌米饭 还是夹馒头都非常的好吃 一吃呢可以多做一点 放凉之后密封起来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想吃的时候热一下 不管是配面条 馒头还是米饭都是绝配哦 如果您喜欢也试试做吧 很多眼泡 括一 沥 第二 一大区 他不够的 胡云 一大队 二大域 一大区 八带 六大区 一大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